張愛玲過生的時候,她的遺產是交給我爸爸媽媽,我爸爸就先去過了生,2003年我媽媽在香港中風,我就由美國趕回來照顧她的。 我媽媽是處理當時張愛玲遺產的人,既然她病,就由我接受了。 一幅細編眼鏡,一件條文襯衫,作為張愛玲至交好友宋琦夫婦之子,張愛玲遺產之心人宋伊朗日前在香港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,講述自己與張愛玲的不解之緣。 1952年,張愛玲從上海來到香港,結識了著名學者,洪學家宋琦及其夫人邝文美。 在港期間,張愛玲與宋家結下了深厚友誼。 1955年,張愛玲離港赴美,就此與宋琦夫婦開始了長達40年的往來通信。 在這700多封信件中,張愛玲討論文學創作、出版業務,也記錄在美生活的琐事。 更是在自理行間呈現出色介、小團圓、少帥等佳作背後的創作歷程,以及對世事的獨到眼光。 幫助我很多的,其實在家裡有一大堆書信。 張愛玲書信集,有差不多一千頁,六十萬字。 和我爸爸說的是工作,即是說這本書裡面應該聚集什麼散文或者小說, 或者拍電影應該收多少錢,版權,即是業務上的問題。 和我媽媽說的是個人,朋友,健康, 是另一件事。 1995年9月,張愛玲在美國逝世,遺嘱中將所有遺產留給宋琦夫婦。 宋琦夫婦去世後,宋伊朗繼承了張愛玲所有的文學遺產。 2010年,宋伊朗從700多封信件中選出部分內容,編成張愛玲私語錄。 2020年9月,宋伊朗將700多封信件全部編成書信集, 分為紙短情長,書不禁言兩策出版。 身為至交好友之子,宋伊朗常被問起對張愛玲的印象。 然而,在她的記憶中,自己只見過張愛玲兩次。 第一次是50年代,她是1952至1955。 她是見過我的,因為她有一些文字,即是說說起我的事。 小孩子吃藥,要怎樣騙她是糖。 我是沒有記憶的,因為我當時最多是五歲。 第二次見她是1962,她來香港寫劇本, 住在我們家附近,所以有時會過來吃飯。 由於當時年紀尚小,宋伊朗對張愛玲的記憶更多是來源於家人們的支言片語。 姐姐的印象是,這個女人應該是很大近視, 不喜歡戴眼鏡,所以就拔起眼睛。 我家裡的工人就說, 那個張小姐除了跟我們家人吃飯, 有沒有自己買東西來吃,張小姐可能是有胃病的。 就是麵包買回來就馬上吃,要隔夜等它硬了一點才吃。 近年來,宋伊朗常以張愛玲文學遺產繼承人的身份出現在大眾視野中。 在她的推動下,張愛玲的小團員、少帥等作品得以問世,與讀者見面。 採訪的最後,宋伊朗直言,未來應該不會再有張愛玲的新作面世。 對於自己十多年來的出版工作,宋伊朗坦言, 雖有小小遺憾,但自己已然滿足。 新作品呢,其實是差不多不會有的了。 即是你不要想著還有些傳說中的所謂張愛玲最後的遺作, 那是不會有的了。 我未必是覺得自己是做得不好, 但有時候很多時候就會覺得後知後覺, 事情過了之後就說,如果我當時這樣就好了。 有些事我就覺得,你叫我再做過,我會有不同的做法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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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